接下来全球现场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中美在印太地区的政治角力 现在各方都蛮积极的来发展海上的军事能力 最近美国福斯新闻就爆出说 中国的造船能力大幅领先是美国的200多倍 同时网路上也流传 疑似是大陆的第四艘航母的模型组造 所以现在外界关注 这艘航母有可能是核动力的吗 这可能会是中国大陆人民海军的一大突破 美国福斯新闻网11号专题报道 聚焦美国军事造船业困境 受到不断扩大的全球海上威胁 频繁的军舰设计变更 成本超支以及无法招募和留住造船工人等问题影响 美国海军造船业的产量降至25年来的最低 例如著名的马里内特海事公司 按照美国海军的合约 应该在未来几年交付10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 但受到劳动短缺等因素影响 目前只能年产一艘护卫舰 而美国海军情报机构泄露的文件显示 中国大陆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多倍 专题中形容这是恐怖造船规模 而且专家指出中国将这10年视为战略机遇 而且美国还没办法缩小与中国的差距 中国大陆目前有三艘航母 不过最近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辽宁大连造船厂疑似发现004型航母船体模组 宽度可能接近40公尺 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分析 004航母如果是10万顿机 可能就是核动力 舰载机应该可以达到85架 而且它有三个要持动力的 第一个它的推进 你这个是不是要核动力 不要再带油库了 第二个电池弹射吃电 你要把20公顿到30公顿的战机弹上去 这个瞬间的中压电要很强 第三个这个004的话是电池轨道炮 电池轨道炮是吃电的哦 电池加速把那个炮弹送出去哦 张严廷还指出 004型航母将来可以跑到太平洋 大西洋甚至进入印度洋 因为不需要加油 只要在航空用油就可以了 就是一大里程碑将大陆推升为海权大国 不过004型航母如果要下水服一成军 大概还需要6年 也就是2030年 记者继续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